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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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求全军发扬连续作战精神 不怕疲惫坚持到底 持续用兵达一年之久 终于被他找到了下侯渊部军的破绽 建安二十四年正月 刘备暗帅精锐部队 从缅阳南渡汉水 顺山是隐蔽即行 神奇地迂回到了阳平观测后方的定军山 因为刘备发现这个军事重地居然无人把守 所谓汉中 其实就是一块由汉水河谷扩展开的盆地 四周都是高山 重要的城镇几乎都在汉水两岸 阳平观是这块盆地的西大门 定军山就是这块盆地的西侧门 如今最显的阳平观已被刘备绕过 若是再被他突破定军山 接下来就是一马平川 汉中军至南正将直接暴露在冰封之下 汉中再不可守 所以夏侯渊听闻定军山备战 急忙调来张和 举重兵前去争夺 汉中之战进行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刘备自然也深知这一点 所以趁着魏军刚扎好营寨 立足未闻 立刻发动夜袭 猛攻曹营东围张和一面 张和顶不住了 只得向南围的夏侯渊求援 夏侯渊乃分兵一半增援 蜀将黄忠抓住机会 从山顶的走马谷上急冲而下 推风避进 那场面真是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 红旗招展 人山人海 夏侯渊正带人在营边修补鹿角 万没想到蜀军这时打来 当场被这神奇的景象所震惊 一愣神竟被当场斩杀 曹芳的一周刺使赵昂也同时被斩 曹军群龙无首 顿时全面败溃 据史书记载 夏侯渊十三岁的儿子夏侯荣 当时也在军中 左右盲劝他随大部队撤退 夏侯荣却不肯 说道军亲在南 烟所逃死 净奋剑而战 冲入敌阵中战死 神童曹冲 并死的时候 也只有十三岁 张和则得以权势而出 退守杨平关 远汉水而设阵 刘备也不敢渡汉 生怕张和名将半渡而击之 遂禁夺杨平关以西 汉水以南诛血妖 汉中曹军诸军乃共推张和为临时主帅 坚守汉水以北 向曹操求援 消息传来 曹操再也没法淡定了 大军立即出发 去汉中会议会刘备 这个多年未见的老对手 这一年曹操已经六十五岁 足堪老迈 离他去世也不过一年多而已 就有大臣劝曹操 仿照周文王的方法 修得来远 不要到处奔波征战 何苦来哉 曹操一声长叹 非但君当之臣 臣亦当之君 金玉史无 坐行西伯之德 恐非其人也 其实就算不是为了江山 只为那个少年时 曾替自己顶罪的好兄弟下侯渊 曹操也要走这一遭 于是年迈的曹操 踏上了自己最后的征程 为了老对手 为了好兄弟 为了忘却的纪念 建安二十四年三月 曹操大军 从长安向西南 从秦岭间的斜谷惊包斜道进入汉中 经由南正到达杨平关 但刘备非常顽强 竟神奇的不逃跑了 且派兵守住各大险要 只是不肯出战 曹操在杨平关与刘备对峙了一个多月 都是小打小闹 一场大仗都没打成 而刘备虽已在汉中打了一年多仗 几乎到了山穷水尽之境地 但仍命后方诸葛亮 砸锅卖铁 男子当战 女子当运倾尽一切支援前线 就算拼光所有部队 哪怕抽干 一周之人力无力 也一定要将汉中得到 曹操久攻不下 自己也后勤难尽 当时陈仓道朱显耀 已被刘备占领 曹操只能由包邪到小鹿运粮 只得一生长叹 无子曰 见可而尽 知难而退 古语曰 一礼之后 而洞千礼之权者 地利也 汉中之为天狱 实为鸡肋 可弃之 乃于五月下令 从汉中全线撤退 返回长安 看来曹操真的老了 对于南肯的骨头 已然有点消化不良 英雄池目 便不再是 置人的太阳 豪情还剩了一斤晚兆 另外一边 曹操刚退走 刘备便立刻行动起来 全面占据八郡 汉中五都三聚 并将地盘 一直向东 推到了房陵 上庸 遂自封汉中王 衣食封透无两 只可惜 这一大片地方 有地无人 曹操早榨干了 鸡肋里的知识 这些年已将三郡 二十几万枪 抵探各族民众 与五斗米教徒 全牵光了 黄金 董卓之乱后 天下人口锐减 土地大量荒芜 历史的关键词 虽有土地兼并 转化为人口争夺 土地的重要性 远比不得人口 曹操可以放弃土地 但绝不会轻易放弃一个人口 汉中之地足有近三十万人口 这可是一块大肥肉 刘备很无奈 要知道整个一周十二郡 一百一十八线加起来 也不过八九十万人口啊 他花了足足两年的时间 用尽西川之人力物力 只换来一块有军事价值的空地 真是一场惨声 后来诸葛亮北伐中原 老在出师表中说一周疲弊 全然忘了他在龙中对时 还说一周天府之国 卧夜千里呢 这其实都是他老领导 刘备害的